大家好,我是文明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最重要的位置 发了一个文章 在人民网也是最上端 大字,非常醒目 它这个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要搞一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活动了 在全党开展 然后它是中班印发的通知 它这个通知说什么呢 说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这个条例 经党中央同意 自2024年 今年4月到7月 4567前后将近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突然要开始学这个 就是说党纪呢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呢 然后你看它里面那个文章 就一看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 我就把这个 它这个整个文章里面 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你一听你就明白了 他这里面讲 说这个通知明确聚焦 解决一些党员干部 对党规党纪不上心 不了解 不掌握等问题 组织党员 特别是党员干部 领导干部 认真学习条例 做到学纪 知纪 明纪 守纪 这个纪就指纪律 搞清楚党的 纪律规矩是什么 弄明白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中间省略一段 然后说 始终做到 忠诚 干净 担当 这怎么提到 忠诚这个词汇 然后还说 通知强调 中间很多省略 强调 有一句话我要说一下 就是推动 条例 入脑 入心 他这里没说入魂 反正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了 入脑入心 然后要加强警示教育 深刻剖析 违纪典型案例 注重用身边 示教育身边人 大家听好 让党员干部 受警醒 明底线 知敬畏 是吧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一会我给大家总结 然后 这里面说 什么呢 通知要求 中间省略 我就都挑重点说 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防止低级黑 防止低级红 高级黑 这个就基本结束了 最后就提到 这个低级红 高级黑 就是可能我不去说吧 大家可能也明白了 他这个为啥要在全党 开展这大规模的学习 前后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能心里有数了 那么我还是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我说大家可能能更清晰一点吧 他这里面说 防止低级红 高级黑 那么我就问了 低级红谁啊 高级黑谁啊 对吧 习近平吗 对不对 这大家很明白了 说要知敬畏 敬畏谁呢 敬畏一尊 是吧 那说要做到忠诚 忠诚于谁呢 忠诚习近平 就大家都很明白 对不对 就说白了 他这个事情 整体要开展教育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在党内出现大规模的 这些不守纪律的 这些所谓的党员 那不守纪律意味着什么 不守纪律说白了吧 就是那个 对吧 不忠诚于组织 或者不忠诚于党 或者不忠诚于党的领袖 就这几点吧 对不对 那么整体上 就是大规模的人开始 对吧 不忠诚于习近平了 习近平就开始着急了 拿出一个很长的时间 要开始对大家进行教育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 他这个就是说 这个提到的 中国共产党 纪律出份条例 这个修订的这个版本 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在最开始 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 核心的这一部分 我就简单看了一下 他这个修订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就是 为习近平量身打造的 这个版本 比如他这里面 我觉得最核心的部分说 党的纪律建设 必须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反而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然后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思想 为指导 你看前面说的都很短 到习近平这就非常长了 然后又说什么呢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美领导 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合金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他这个条例里面的 这个核心引领的部分 就说的就是习近平这一块 然后后面又提到了什么 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 什么大党独有难题 又提到了什么 中国是现代化 民族复兴 反正就是 围照习近平来了 那么整体上 我说了这么半天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他这么大张旗鼓的 连续这么长时间搞教育 就是要教育大家 忠于我习近平 跟着我习近平走 你们不要有二心 但是他从另一方面 也让人看到就是什么呢 你在全党范围之内 这么长时间 你要搞这个事情 就说明什么呢 已经有大面积的 大规模的人 已经不忠诚于你了 已经不敬畏你了 经常想而总是要低级黑 高级哄你了 是不是 这样我进来的题 我就想起就想笑 对吧 三个月以后 习近平冒着小雪 到人家发辣水的地方去 对不对 都很搞笑 你知道吗 包括你像习近平到天津去 吃那个狗里包子 别的新闻还没出来呢 那个视频 现在网络里面传起来了 为啥 就是有很多人看你不顺眼 就是要低级 高级黑你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事情 可能习近平慢慢 也已经意识到 他已经感觉到 非常深刻的恐惧 全党的这么大批的人 对吧 都不守距离 对不对 都开始要跟我对着干 怎么着 他就靠这个方式来 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 这大规模的 大家所谓的不守纪律的情况 对吧 不忠忠于习近平的情况 答案也很简单 第一就是钱 钱就是很核心的 你习近平要是 反正中共这些干部 都是一些蛀虫 你只要把钱喂饱了 他就会很高兴 但是钱现在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对吧 一是你直接给的钱 没有了 就是这个转移支付这一块 再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这几年折腾 总方针不动摇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折腾 战狼疯狗 到处乱叫 整的就是外资也走了 民营企业也不行了 对不对 就是地方政府的很多财政收入 包括土地财政 全都在坍塌 那么地方政府 从你那拿不到钱 自己因为你习近平折腾 也赚不到钱 那整个地方政府 他对你的这个意见 得有多大 这是从这个钱的角度来考虑 另一方面 就是意识形态的角度 他也不能叫意识形态了 反正都是党的那一套 只不过就是走习近平的 不是毛泽东的路线 还是邓小平的路线 很多人这些年 他都已经习惯了 邓小平的那个路线了 对吧 而且很多人干部 他就是从这个 邓小平的这个路线里面 他这个涨起来 对不对 突然你要变到毛泽东那一套 对吧 很多人他受了 对吧 想起来他就头疼了 对不对 他甚至有些害怕 你是文革一起来 对不对 到时候我会不会被批刀 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 对吧 就是钱的方面 当然钱的方面 还涉及到这些官员 很难再得到更多的 油水的问题 等等吧 他就不想跟着你走 他就会在下面 嘀嘀咕咕 在下面搞一个小动作 是不是 那怎么着 对吧 然后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 你不解决 然后还要搞一个 大规模的教育 教育就好使 你一教育说 就让他们敬畏你 对吧 让他们忠诚于你 那他们就听话了吗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 对吧 不仅他不会因此敬畏你 忠诚于你 反而会更反感 是不是 钱的问题没解决 各个方面问题 你都不给解决 反而你还让我 让我忠诚于你 就像那个公司似的 对吧 奖金也不发 工资也不发 然后整个这个公司 搞得一塌糊涂 一点也希望也没有 然后这时候你开个会 让大家都忠诚于公司的老板 大家也不傻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整个 这个问题的 这个矛盾焦点 但是习近平 现在他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他有什么解决办法了 是不是 只能就扯着脖子喊呗 对吧 脸红脖子粗 那边喊 你得忠诚于我 整天喊 对吧 那有啥用呢 对吧 就像前两天又说什么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说说而已呗 大家还真 你还真把他当过一事吗 是吧 所以这些人 都不忠诚于习近平以后吧 他就会出现某些变化 你知道吗 一旦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 所有的这些人 就会怎么说呢 落井下石 就会这个破骨 万人锤啊 对吧 等等 就会出现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习近平那个 整个的这个权力啊 可能会在瞬间内就垮塌 这是习近平最害怕了 整体呢 这集啊 就简单的和大家 这个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